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一直从来没觉得是什么高冷男神 首先我也不高冷 其次我也不是男神 都不搭边 像欧小剑 他其实在剧里面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男神的形象 就是麻洋街的大哥大 然后呢 大家觉得就是 他跟大家都不一样 然后呢 他自己也是觉得 我已经踏入社会早一步了 你们都是小朋友 还小 就一直是这样子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比较小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 也会身边也会 也会这样的人嘛 就是大哥大姐 就看哇 他已经那个上大学了 好厉害哦 然后呢 我们上大学之后 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好厉害 就永远有这样的人嘛 欧小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你内心是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内心还是很孤独的 然后也是 因为我不能把我的身份说出来嘛 所以一直以来 都是对小小 都是保持一个 我虽然不能告诉你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喜欢马小小哪点呢 就喜欢马小小 他的性格 很帅 对大家都很包容 言语虑己 宽以待人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是不多见 马小小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失去马小小与事业 哪个更让你心痛 失去马小小 你觉得自己跟欧小剑像吗 有一点点性格上面会有一点点像 有的时候会觉得 就比较干脆 做事情就 就这么干嘛 就这么着吧 会有些这样子的相似点 但是别的不太像 就像欧小剑 这个 挺那么社会的一个人 对吧 但他是 为了工作 为了他的视野 为了他警察的视野 然后再 扮成那样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体验嘛 首先 我也没有体验过当警察的这个生活 然后呢他还是一个卧底警察 然后呢他还是一个社会分子啊 这么一个卧底警察 所以我觉得这次对我来说 试验欧小剑也是一个不可多的体验 最终的你包括骂人的时候都很霸气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吗 那你在这个剧里会看到我好多说这个字 然后这种形象 我们的这个戏 大部分的一些状态基本都是比较社会 然后每天都在生气 每天都在打架 我每天拍完我就哎 我头说我都头都疼了 我头都疼了 我头都疼了 今天又骂一天人 又打一天架 每天都是这样 我好累啊 我太难了 就一天的力气全用完了 作为欧小剑吧 还还挺有意思 他的人生 他的生活 那你会觉得爽吗 爽啊挺爽的 当大哥怎么不爽 对吧 去打他嘛 去弄他嘛 对吧 那是挺爽的 那戏里面演完之后 我回来都啊 啊 都是这样放空的状态 啊 啊 啊 吃啊 吃什么 啊 吃 是这样 那应该会出不少表情包吧 应该会有很多表情包 我觉得这部戏里面 而我还有很多那种 就 谢谢啊你 就是这种 这种表情 这挺多的 这种挺谢斯蒂里的表情 你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 还会 我手机里都是 猫咪的表情 啊 比赛剧组平时会健身吗 我一般像组里面 我房间里都会放两组哑铃 一组是10公斤的 一组是15公斤的 啊 现在是放20公斤的 10公斤的和20公斤的 然后基本就是有一些 呃 10公斤呢 有一些这样子的 练练肩的一些动作 然后呢 20公斤呢 就是做卧推 然后练练胸 呃 其次呢 就是做一些正常的养活器 做啊 复活成之类的 比赛满意身上哪部分的线条 鼻子吧 鼻子是好看的 别的一般般 在广州拍戏 有些会广州话吗 只会一点点 就是因为我们这句 还是以这个普通话的语境为主 所以大家都还是说普通话 基本上都是一些语气词之类的 呃 就是 呃 呃 呃 雷好啊 呃 绝对不会吃的东西是什么 榴莲 最爱吃什么 最爱吃 我妈烧的饭吧 都可以 你的厨艺如何 还行 就我自己在家有的时候 没东西吃了 就自己能弄 你的哪首菜是什么 咖喱牛肉 呃 番茄炒蛋 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还有那个 就是清蒸茄子 比较简单 咖喱咖喱的所有的东西都比较简单 又好吃又简单 喜欢一个女生 你会主动表白 还是等她表白 向她表白 现在我会主动表白 就如果是以前小时候的话 我觉得 就不敢说出来 啊 现在老了嘛 脸皮厚了 收到第一封情书 是在什么时候 小学当时是有小朋友 他就是 谁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喜欢你 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样子 我好像设置的是半年可见 就是因为我懒得山 所以我设置的半年可见